90 年代在周星馳电影《西游记之月光宝盒》当中 饰演菩提老组的刘振伟 4 年前退休移居到加拿大向清风 近年基本没再露面 就连社交网都长时间没更新 不少影迷都很想知道他的近况 昨日资深传媒人曼宁 在社交网分享了二人的合照 原来刘振伟最近难得反港 淡忘一帮老友 虽然已经退出江湖 但他和不少电影圈朋友都交情甚毒 今次反港肯定要聚聚 二年71岁的刘振伟 外貌变得越来越刺激 虽然头发越来越稀疏 但精神状态依然非常好 不少网民看完他的近照之后 都难免回忆当年他饰演菩提老组当时的经典造型 正所谓岁月不饶人 网民都纷纷感叹 看回他旧阵史的样子和现在分别都很大 其实刘振伟黑串过不少电影 但他真正的身份是一名制作人 由他执到监制的影片多不胜数 当作以周星馳的戏最为成功 例如《西游基》系列 《会运夜》《赌城》等等 他的作品真是陪伴了很多人成长 一切安好啊 菩提老组